俄航飞机起火事件 让人心痛的 不仅是41个逝去的生命 还有在争分夺秒的撤离中 那些不愿放弃行李的不当逃生行为 俄媒报道称 这些人造成的通道堵塞 影响了后续乘客的逃生 其中一名幸存的俄罗斯乘客 就遭到了这样的指责 据悉 这名超重的乘客 在逃生中坚持带走行李 而在他后排仅有三人幸存 当该名乘客拿住自己的背包现身机场时 他遭到了围堵 对此他表示 自己血压高还心率不齐 并对俄航拒绝退款感到愤怒 批评俄航很冷酷 最后我一分钱也没拿到 德米特里被指责影响了后排乘客的逃生 当地时间5月5日 俄航SU 1492航班 在莫斯科紧急破降时起火 机上78人中41人遇难 37人生还 值得注意的是 在乘客逃生的视讯中 可以清楚看到 即使情况危急 或是猛烈 仍然有人拿住行李箱在逃生 随后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 路透社等媒体都报道了此事 称飞机上的逃生 因为一些乘客 执意要去拿行李而被耽误 英国每日邮报5月7日的报道中称 在大火中成功逃生的俄罗斯乘客 德米特里赫勒布什金 Dmitry Klabushkin 因坚持从行李架上拿行李 被认为挡住了后部乘客通道 成为人们声讨的物件 该凝体型魁梧的乘客 手拿背包现身机场 遭到围堵质问 每日邮报援引俄媒报道称 德米特里的座位号 为石排C座 他后排的乘客中 仅有三人幸存 对于可能剥夺了他人逃生机会的指责 德米特里表示自己很累 不想谈这件事 他会跟调查委员会说明情况 德米特里拿住自己的背包 走出机场 Pravity East to West Hills 他还抱怨了在周日5月5日 离开莫斯科系列 没截握国际机场时受到的对待 他批评俄航的工作人员很冷酷 不专业 我等了40分钟 都没能退我机票 最后我一分钱也没拿到 据英国《禁报》报道 面对记者的追问 德米特里表示在事件发生时 他的血压有120分之200 并且他还有心律不齐的问题 他补充道 我不能停下来 我想活下去 随后 德米里特在走出机场后 被送上一辆救护车 英国《太阳报》写道 航空公司的规定中明确提到 发生紧急状况时 乘客必须将所有行李留在飞机上 另一边 在大火肆虐时 34岁的空姐塔吉扬娜 T-A-T-Y-A-N-A-K-A-S-A-T-K-I-N-A 因踢开了出口的门 抓住乘客的衣领 把他们推向安全地带 而被人们赞取 为英雄空姐 在俄罗斯县航空论坛 For Mevier上 网友发帖称 在社讯中 我们看到第一名乘客 花了四秒钟跳下飞机 第二个五秒 就是那个超重的男人 他因为无法得到 石库伦座位的退款而生气 这是德米特里赫勒布什金 他保住了自己的背包 目前 俄罗斯官员仍在调查 这场悲剧的原因 《每日邮报》报道指出 此前 飞行员丹尼斯艾夫多基莫夫 Denisa Dogimov 和一些乘客曾声称 飞机被闪电击中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说 客机的两个黑匣子 及飞行资料记录器 和驾驶舱与音记录器 已经全部被找到 调查人员正助手分析 酿成这一事件的各种因素 相关飞行员 地面空管人员和飞机技术装置 检验员的工作表现 飞机技术故障 不良天气影响等 都是此次失事原因的调查方向 据悉 调查人员发现 客机迫降时的空中轨迹 和速度均属正常 专业员士将重点分析 飞行员在驻录前 是否顺利启动 反向制动装置 及该装置的工作状态 飞机起落架出的状态 是否良好等问题